兔子姐姐小朋友为什么会生病呢 好热呀 一杯一点都不解渴 有了 变 哇 好大的饮料杯子 兔子姐姐跳了进去 太舒服了 哎呀 我的肚子好痛啊 外婆把兔子姐姐拎了出来 天气再热也不能喝这么病的东西 会肚子疼的 兔子姐姐发现桌上的糖果 哇 好多好多糖果啊 兔子姐姐把糖果全都吃光了 哎呀 我的牙齿好痛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看看 我要在你的嘴巴里造房子了 又蛀牙虫 快漱口 小朋友可不能吃太多的糖 否则蛀牙的牙齿会很疼的 快跑快跑快跑 兔子姐姐准备吃火锅了 又怎么了 小朋友不可以吃这么上火的东西会咳嗽的 兔子姐姐看到了一片花海 好漂亮的花海啊 快给我点个赞 我要飞起来咯 好舒服呀 我还可以再来一次 兔子姐姐的身上起了小疹子 非常非常的痒 我来了 我来了 在户外游玩一定要注意那些会过敏的食物 那可是会让你生病的 兔子姐姐在踩水坑 哇 下雨了踩水坑可真好玩 好冷呀 但是踩水坑实在是太好玩了 下着大雨踩水坑很容易感冒的 兔子姐姐好像发烧了 他还打了个大喷嚏 怎么了 怎么了 下雨踩可不能在外面玩水 很容易感冒发烧的 请看下一集